大家好,我是脱墙石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跟我谈枪械,聊生活,论三观讲故事 上次我拍忘了P320的视频以后,出去跟朋友喝了一圈,然后就感冒了 刚刚才好,那么声音昨天才回来,今天试着录一期 今天这个视频就没有有关枪械的一些干货 那么跟大家聊一点没有什么营养的一些生活琐事 上个周末我去Costco排队加油,Costco平时加油的人就很多 那么特别是周末更多,如果大家去过Costco加油的话 会知道Costco一般加油的话,一个加油道是分两边 两边各两到三个这个油腔,然后中间会有一条过道 就是说大家提早加完油的话你可以先走 我是排在那条队的第二个人,就是说下一轮就到我的 我正在排队突然在旁边,从那个过道那条路就过来一辆车 然后就直接开到我前面那条车的正前方 然后就横着这样停在那边了 他把前面那辆车和过道都堵了 然后从他那个趴车那个驾驶,看见好像他是要来插队 但是你不确定,因为他冲过那个角度很横 你要不然是来寻仇子,要不然你去插队 但他那样插队呢,如果他不让开的话 你不可以加油,你也走不了 我前面那辆车就不干了 然后有个女的从那个车里面冲出来 就冲着那台车走过去了 这个女的刚好挡到了我跟那台车的之间 然后我看不清车里面是谁 看着这个女的跟那个车里面的人在讲话 我也听不到讲什么 然后讲了一会儿呢,这个女的就回头往车里走 很生气的样子 然后她跟我对视了一下 然后她把手这样举一下,手手肩 意思就是说是很无可奈何的这样子 我那天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有可能是早晨喝了一点活香蒸汽水喝多了 有点上头了 我也下车了 我要下车看看什么情况 因为你到底去插队 你还是有别的事情 你这样挡的话 我不能加油,我也走不了 等我到她车跟前的时候 我有点后悔了 因为她那个车的格光膜很黑 根本看不到车里面 然后那个车窗就下来一半 然后车里面有一个身材彪悍的女人 冲着我喊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是 What the F do you want? 也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 直接就问候我的 这句话比较确切的解释就是说是 你他妈的有屁块放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很客气的问她说 你是不是插队 还没等我问原因呢 这个女人第二句话甩回来的就是说是 Shut the F up 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让我闭嘴 意思就是说你别凉快去吧 在我车后面有很多车 这个女的就是来插队的 因为她绕过了大概八九辆车这样 她除了出言不逊 她没有暴力倾向 就是个烂人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跟这种人冲突 然后我叫来那个加油站的管理员 我跟她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以后 我就回车里去 我说你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么我在车里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加油站的管理员呢 开始沟通 沟通了一会儿以后呢 这个女的就把车倒出来了 然后猛踩油门 当时她这个车胎还在地上发出那种刺耳的声音 就是忽然加速轮胎在地面上面 这样打空转的一种声音 她就直接从两个队的中间这个过道的地方 就这样很快的这样开出去了 还差点撞到别的车还有别的人 等到我加油的时候呢 然后我在那边等啊 然后那个加油站的管理员过来跟我说是 其实呢 这些人插队他也管不了 他当时只是跟这个插队的说 如果你用你的Costco的会员卡加油的话 我知道你的Costco的会员号码 我会把你的会员号码 举报到我们的客服中心去 你这个会员卡就废掉了 你要去解释 你要去重新申请 那个女的就说是 自己快没油了 要先加油 那管理员说这不是理由 如果你现在加油的话 我会把你的会员卡这个号码抱上去 他听了这个以后 他才把车直接开走了 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还是比较尽责的 就是说他有处理这件事情 有很多地方 问到这种事情就懒得处理 就直接会让他加油走 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的低级错误 就是说是 不应该在没有看清楚 车内状况的时候下车 而且说是接近这台车 我刚才解释过了 我病了 然后霍向珍珠水喝多的上头了 顺便解释一下 加州的这个玻璃遮光膜 挡风玻璃最高处的四寸 你可以拥有15%的透光度一层膜 其他的地方 你在挡风玻璃上是不可以贴膜的 但是在你的车的前端 这个驾驶座和副驾驶座 旁边这个玻璃上面 合法的情况下 你可以贴个膜 有70%的透光度 这是最高了 以前是有人管的 就是那个遮光膜的能见度 是多少有人管 有的人遮光膜贴的太黑了 警察会把它拦下来 然后给你开一张罚单 它叫做Fixit Ticket 就是说是 你要把你的遮光膜撕下来 或者换一个 然后符合法律的遮光膜 然后你去一个指定的地点 让一个人去看 验证你说是 你现在的遮光膜是合法了 合规格了 90年的时候 警察执法更加直接 我有朋友那个时候有贴这个膜 他们就喜欢开那个跑车 他们把那个窗户弄 喜欢弄的黑黑的 法律只有控制在 不可以在你的挡风玻璃 和你的这个驾驶座这边 这个玻璃上面贴的那么黑 其他的部位 就像厚玻璃那些 你随便怎么贴都可以 那个时候有警察 直接把我朋友拦下来 就拿一个刀子 在他的这个遮光膜上面 这样画一刀 然后撕一小块下来 撕一小块下来 你觉得这个遮光膜就废了吗 不好看 你肯定要去换 90年代的时候 政治没那么正确的时候 警察执法是非常直接暴力的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 加州通过了一个法律 说是如果你有医生证明的话 你有病 你不可以接触太多阳光的话 你对阳光敏感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玻璃上面贴膜 贴什么膜都可以 你可以贴到只有5%的透光度都可以 这也就是说是 为什么加州的街上 你看到很多人在这个车上贴膜的时候 把那个膜贴到黑到你看不到的地步 你找个医生开个证明很容易 警察其实也懒得管了 也没人管了 这是一个安全隐患 警察也怕 因为他把车拦下的时候 本来就有风险 现在风险更大了 他连车里面是什么人 那些人在干什么 他都看不清楚 威力一点这种格光膜违规的小事 他犯不着把一辆车停下来 增加自己工作的危险程度 我很理解为什么这样 因为法律允许以后 方便的很少一部分人 真的在这方面有这种需求的人 但是在同时呢 增加了警察执法的难度和危险程度 我现在在路上经常看到这种车 整个车贴得七黑麻糊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这种人开车一般很横 特别是这种人经常一边 是在车里抽大麻的 或者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那么窗户就放下来一点点 如果你的车在红绿灯的时候 停在他旁边 你可以闻得到他在抽大麻 那个味道很独特 你是不会闻错的 我还见到有这种 一边开车一边喝酒 我前几个星期去这边的 本地的一个大华九九 我就看到有人在厅厂 坐在车里喝酒了 就是这种黑黑的玻璃 开一半 然后坐在这里直接喝酒 一有人走近的话 他就把窗户摇上去 你真的不知道这些人 是什么这种心态 什么精神状况 在这件事情上我做错了 我是不应该走过去的时候 插队是个小事 不值得产生这种冲突 我有随身持枪也不值得 我下车靠近了一个 我看不到车里什么状况 而且这个车主 明显行为不正常 像我这种行为呢 是个绝对的低级错误 奉劝大家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以后也不会这样干 我当时放松警惕 是因为我不常见有人插队 特别是我们这种 美国郊区这种大农村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不算是高大上 但是算是一个 一般人比较守规矩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的 互相礼让是一种常态 在过去三十年 我看到公然插队的 这种行为的话 不超过五次 一般的话都会有人制止 不管是工作人员制止 还是被插队的人 看不过去去制止 都有 但是很少见 在超市插队不光罕见 还有人会经常互相牵让 那么这也是我一个习惯 就是说我每次去超市排队的时候 我都会习惯性的看一下 我身后是什么人 如果说是有妇女带小孩的话 还有说是有一个人 就手里就拿着一两样东西 然后我这边推一车的话 我会让他们先去结账 给别人这样的方便 是一种礼貌 也是一种自己素质的表现 那么经常也会有人 对我这样客气 如果今天这个插队加油的女的 跟我解释 对不起我有急事 我要加油 我会让她先加油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说是她把窗户摇下来 直接就给我出示 她表子身份流氓身份证的人 我就没有必要做我的君子 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去把这件事情升级 这只是一个最近生活中 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 那么美国总体的人民素质 还有社会秩序 在过去十年是有下滑的迹象的 其实已经变得我不认识的 政府的不作为 也就造就了司法的纵容 那么个人觉得 其实美国已经进入一个个人行为 不受到约束 而且不需要负责的状态 林元购从最初的一开始 就是大家抢得快一点 抢少一点 只要警察不来的话 我不被抓到 不被开罚单的话 我抢一点我就跑了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视频 已经说是在欧克兰的那个地方 已经是有人直接走进商店抢东西 然后店员看到 就像当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你直接拿吧 拿吧 拿完了以后 直接从大门口这样走出去 也没人理 加州的公共秩序 在一些地段基本上是不存在 我现在经常看到这些事情 就是说人们对自己的犯法行为 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犯罪都没人理的 就是扰乱社会秩序 这种小事就更别提了 近几年 美国有几百万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我不是说这些人全部是坏人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 来了美国以后 他们在文化和道德标准上 是跟美国人不同意的 这几百万人 会对美国文化和道德标准 进行再一次的冲击 我预言 以后扰乱社会秩序 和这种打闸抢烧的趋势 一定会恶化 虽然现在美国不是说是 一出门枪林弹雨 然后十个人九个都是贼 但是趋势是如此 我现在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了 就是一出门就会遇上这种事情 美国利息特别重 那么在公开场合 现在开始有争吵 打架 怒怒 危险驾驶的事件 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的话 你应该知道 比以前频繁很多 前两个星期 我有一个星期六 我开车去Fremont 一路上 很多人在那个高速公路上 危险驾驶 开得很快 在所有的车里面穿梭 而且说离我很近 有几次差点撞到我的车了 你没有什么应对的办法 因为现在执法 警察执法能力也有限 对不对 我不是怕我自己技术差 我撞了别人 其实我说是我比较担心的 就是频繁这种事情发生 别人会来撞你 我建议大家出门在外的话 特别是在加州的朋友们 尽量避免和这种烂人冲突 还有和这种烂人接触 因为你不知道 他们当时的心态是什么 能做出什么事来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那么这些烂人制造这些事段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他影响到的 这些其他人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我资认自己还好 我还算是一个比较理性克制的人 但是如果换另外一个人 我就不知道了 有一些平时默默无闻 老老实实的好人 他们彻底崩溃的时候 多数是从一件小事点燃的 那么现在这种社会的风气的话 我的原则就是以和为贵 我不会主动找事 不作就不死 别人找茬我会很克制 我身上有枪我会更加克制 但是你一旦威胁到我和我家人的人身安全的话 我绝对不会手软 包括我的狗在内 我把我的狗当成家人 这就让我联想到一句俗话 就是打狗也要看主人 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历史上会有这句话了 不论从生活或者政治角度看这句话 其实都蛮有道理的 我给频道准备的话题很多 抱歉最近更新不频繁 我下期视频越做越复杂 所以我用大家打赏给我的经费 请了一个助手 给大家介绍一下四系丸子 小伙子蛮精神的 来我这里应聘的时候 我一看就有演员 让我联想到了 我还是一个小狮子头时候的我 我下期节目的话题是 随身配枪枪械的各种部位 方法和需要的装备 那么四系会在下期节目中 帮我完成这个示范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驼枪是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